中华会计网校的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们今天继续学习财务分析实操方法和技巧 我们今天要学的是从业务的角度进行营业利润的分析 那么在讲这部分内容的时候呢 我们分为两个部分 还是按照这个套路来啊 第一个 怎么多角度的展示营业利润 其实也就是说我们怎么从经营的角度去看营业利润是什么 第二 如何从经营的视角分析营业利润 还是用这种方法和收入成本都是一个道理啊 从这个角度去切入来看 OK我们首先来看 第一个 怎么多角度的展示营业利润 说到营业利润是咱们利润表当中的一个项目 利润表大家很熟悉了对吧 每个月都要接触一次的 然后我们在这个议论表当中看到的这个营业利润 是按照这个会计分类的方法 把它列示出来所展示的公司的经营 在营业这个环节 这个层次所看到的一个经营的业绩情况 我们当然先按照这种方式展示出来 本期金额是多少 上期金额多少 变动率是多少 OK就这样平铺直去的展示 这是第一种最简单的方法 那么在这个方法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首先呢 是把营业利润的形成过程给它表示出来了 营业利润从哪来的 有收入 有成本 有这一系列的东西 其实从财务会计的角度来讲 这个大家都很熟悉了 不用讲 第二个 比较割要素的变动的情况 我通过本期金额和上期金额之间的一个变动率 我可以看到变动比较大的项目是哪些 比如说这一大块 对吧 那么这一大块变动比较大的当中 我们看到了有财务费用 财务费用下降了23.8% 那么我大概的要说明一下 我财务费用下降的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本期还本付息了 还是因为我的资本化的原因 所以财务费用这一块没有体现出我的利息费用来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的销售费用 销售费用增长了42.1% 那么销售费用增长了这么大的原因 是因为我销售费用大概哪个项目增长比较多 这个我要表达一下 而我的收入增长了7.7% 而我的营业利润增长了22.5% 相当于我的营业利润的增长是完全超过了我收入的增长 那么我这一块的增长的原因 到底是哪些因素推动构成的呢 这个是我关心的对吧 有朋友说老师如果要把这两个结合起来讲 那就比较复杂了 OK他们结合起来讲确实比较复杂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通过这张表 直接把所有相关的因素用一句话的形式 像刚才那种方式直接把它表露出来 怎么办呢 我们做一个图 什么图 营业利润增长贡献结构图 这个增长是指的我今年的营业利润1043减去我上年的营利润851 那么这一个100多万的一个增长 那么这一个增长是从何而来的 那么我要把这个找出来 也就是说我要把这一个营业利润本年叫上年增长的这一块 分解到收入、税金、管理费用、财务费用 以及我的各种其他相关的投资收益和资产储置收益 这些相关的这些内容当中 然后来看每一项给这一个增长 它的影响程度是什么样的 比如说我这个100万的总的利润增长当中 我收入给这个100万贡献了多少 比如我收入增长了800万 那么800万就是给这个100万怎么样所贡献的力量 而同时我在贡献力量的时候 我的营业成本怎么样在消耗这一个我贡献的收入 那么同时我的这个成本举个例啊 比如说上上了600万 那么这600万就把我营业利润收入贡献的这800万怎么样 拖下来了600万 那么实际上这二者之间只贡献了200万 就这个意思啊 相当于是我把营业利润的差额分解到各个项目当中的差额去看 如果是从这个角度来做的话 我可以看到 在整个2017年营业利润增长的这个过程当中 正向拉动这个营业利润的有收入 财务费用减值损失和投资收益 有朋友说老师为什么财务费用会减值损失 会是正向拉动营业利润的 我们来看这个图 这个图当中 财务费用是不是本年叫上年下降了 45万元 它下降 它是支出 它下降了什么 反过来就正的贡献 还有一个是我的资产减值损失 本年69 上年154 那么这一个将近80多万的一个插口 减值损失叫上年下降了80多万这个 是不是反过来就是对今年的一个利润挣的贡献 是这样的吧 因为这个插口所以倒成了下面这个营业利润总的一个增长100多万 所以这么一来的话我就把公司今年正向拉动整个营业利润的项目全部找到了 而且这个金额也算得出来 通过一个表格的形式把它展示出来就可以了 这是个图形 直接在这个PPT里面可以选这种图形 这把展示出来 我就看得出来 我的整个利润当中正向拉动的 主要是哪些 哪个拉动的特别大 很明显是收入的贡献造成的 对吧 其他还有些这些因素 所以讲到这的时候 各位看好了啊 这个正向拉动它并不是一个固定的内容 它可能是一个什么随时变化的 举个例子来讲 如果我营业收入今年是下降的 今年叫上年下降 那么我这一个拉动应该是放到哪边 就应该放到负向拉动去了 所以正向拉动的标准很简单 只要是我让这个营业利润上升的项目都叫正向拉动 只要是我让营业利润这个项目下降的 全部是负向拉动 无非把这个数字就用本年减上年这个差 体现出来 放在这个图当中就看到 而今年我的负向拉动的是哪些呢 成本税金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资产储置收益 很有意思的一点我们看到了 在这个图当中 营业成本是一大块 还有一个大块是管理费用 也就是管理费用 今年让我的整个营业利润 负向拉动的作用是特别大的 可能我在后面分析的时候 它就是一个重点 看到了吗 这个图好用就好用的一目了然的知道 我今年营业利润增长是由哪些项目对它产生的作用 作用是多大 这是用图的方式来看 还有一种就是用我的一个饼的方式来展现 那么在这个饼当中我可以看到 在2017年营业利润增长贡献 增长贡献的这个结构当中 什么叫增长贡献 本年减上年这个仓 那么看到了 营业收入 财务费用 资产减值损失 投资收益是正向拉动 而在这个正向拉动的作用当中 通过上面图我们也看到了是营业利润最大 而准确的一个定量是多少呢 是89% 89%是怎么出来的 我用营业收入 这个数除以营业收入 加财费用 加减值损失 加投资收益的本年减上年数 共同计算出来 共同计算出来的 OK 那么这是正向拉动 还有一个负向拉动 负向拉动我们看到了 营业成本占到46% 管理费用占到11% 两大块 还有一些就是销售费用 还有其他就是资产储值损失 还有我的营业税经济附加 这个都是很小的一块了 OK 通过这一系列的项目的展示 我们看到了 公司今年营业利润 它是怎么出现的 是有哪些项目具体影响的 这就是我多视角的去看 一个公司营业利润的 一个方式方法 学会了吗 这个方法很简单 但是很好用 一看就知道 谁哪个项目 对我今年营业利润 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OK 这是一种方法 还有一种 我把我的 利润表 从收入到营业利润 这个地方的所有项目 从2017年一直到2013年 1 2 3 4 5年的数据 全部把它罗列出来 这5年数据 罗列出来的作用是 只要数据一丰富 那么你很多信息 也就自动展示出来了 比如说 你的增长率 17年 16年 15年 14年 各年的增长率 全部都展示出来 展示出来以后 你可以看到 首先 从营业利润的角度来讲 我的营业利润 在14年的增长率 是7.8 在15年 是下降的 那么在16年 是上升的 在17年 是上升的 而且16年 和17年 上升的幅度 还比较大 它是怎么形成的呢 我可以描述一个趋势 比如说 我的营业收入 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 14年 16年 都是12%左右的增长 而15年 和17年 是7%左右的增长 那么我可以 是不是推断 16年 又会是一个增长的高峰 18年 又是一个增长的高峰呢 比如说 18年 又是增长 12%左右 而同样的 我的成本 也是这么一个规律 成本和我的收入的 这个变化 是一个同趋势的 我通过这个 连续数据来看的话 可以看得出来 而我的收入和成本 有了以后 我还展示了个毛利润 毛利润这个数据 看得出来 只要是在17年 15年 我的毛利润 相对来讲 它的增长率 都是比较高的 为什么 因为我17年 15年 我的成本的增长率 是低于我收入增长率的 这个很有意思 这个很有意思 具体什么原因 要到后面分析 才能看得出来 我凡是在15年 17年 我收入增长率 相对比较低的时候 我反而毛利润 还比较高 OK 同样的道理 那么我们的管理费用呢 管理费用在15 14 15 16 年 它都是按照一个 从低 从高到低的方式 在往下降 14年增长率是17.8 那么到了15年 是13.3 16年是4.5 它就往下走 但是到了17年 突然标准到了32.5 也就是说 我的毛利润 是这样一种增长情况 而我的营业税经级附加呢 营业税经级附加 也基本上是随着 我的这一个公司的 什么 收入 是往前走 营业税经级附加 OK 这是我们毛利润的一个增长情况 那接着我们来看下面一个 就是我们的销售费用 销售费用的一个增长情况 在今年是增长了 42.1% 增长特别大 管理费用增长特别大 46.8 这两个数字很有意思了 第一个销售费用 销售费用在我的 14 15 16 17年的增长 基本上是没有规律的 很难看到它有一个什么 高低变化 或者跟我收入之间想匹配的这么一种什么 变化的内容 看不到 而我的管理费用呢 也很有意思 我的管理费用 前几年都较低 而且前几年有一个特征 我在14年的时候和我收入基本上是同步的 15年和16年都是低于我的收入增长率的 而到了17年是远远超过了我收入增长率的 也就是说我在17年的时候 我的管理费用一定有特别异常的或者说专项的或者特殊的某一项支出 才会导致我怎么样 整个公司管理费用增长这么大 OK 而我的财务费用呢 财务费用基本上是一个没有规律的随即变动的 这个没有规律不是指没有根据 它很可能出现的情况是 我的这个财务费用跟我资金的整个运行情况 以及我借贷回来的资金的用途 它是否资本化还是怎么费用化 这个相关的啊 这是相关的一个东西 OK 那么我的资产损失 毫无疑问 这个东西呢 也没有什么规律可以把握 因为这一个是我在整个经营过程当中 相较于主流的经营业务来讲 我是一个不太可控的或者偶发性的事件 对吧 OK 而我的整个营业利润当中 剔除非金因素 什么叫非金因素 我先不考虑下面的公民价值 投资收益 资产储置收益 这些不是我经常所发生的 业务活动所产生的利润来看的话 我的整个收益的变化 在2017年是有一个较大幅度提升的 OK 这个较大幅度提升 我现在问大家 你能直接告诉我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吗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是因为2017年 我的整个毛利润增长特别大造成的 是因为这个原因 是因为这个原因 很明显看得出来 这一块的增长造成了我整个 扣除非金因因素以外的 这些利润增长 而我下面的这些非金因素 包括我的公民价值 投资收益 资产储置 其他收益 这些原因会造成我在这一个收益的基础上再有一个增加 或者直接的减少 那么今年增加了百分之二十零五 OK 我大概通过这样一个连续的表格 其实这个数据不难找 直接把以前年度的这个数据固进来就可以了 自动生成的这些增长率都有了 我把这个东西算出来以后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要看出我公司今年的这个变化和以前年度的变化 有没有规律可循 如果有规律可循 那么出现的这些异常情况的原因大概是什么 我可能会在下面的分析当中做进一步的怎么样 拆解 OK 这是一个表格的方式来做 我进一步的把这个表格作为一个基础 来进行一些数据的比例的展示 比如说毛利率 比如说销售费用占收比 管理费用占收比 还有我非经因素的利润贡献情况 那么我现在来看一下公司的毛利率的情况 毛利率的情况是从2013年的11.1一直往上走 走到了2017年的15.7 这是一个比较奇特的现象 通常来讲通常来讲 一个公司毛利率它是可以上升 但是上升的幅度这么大 确实很少见 确实很少见啊 至少在前三年 131415年的时候 包括到16年 毛利率都还算是一个正常幅度的一个往上走 波动 但是到了2017年 这个数字就变得怎么 有点离谱了 上涨了三个百分点 一个持续稳定经营的企业来讲 它的毛利率要突增这么多 基本上是很困难的 或者说这里面一定有些特殊的原因 不管是你的业务当中特殊原因 还是在财务处理上的特殊的原因 总之上升三个百分点 这是比较难能可贵的 换句话来讲 那不太正常的 OK 这是一个 二一个 我的管理费用的占收比 管理费用占收比 在前四年 都是百分之五点 三左右 但是到了2017年 变成了百分之七 就我们前面讲过 在2017年 管理费用增长特别大 看到那个数字吗 增长了百分之四十几 对吧 而我的销售费用占收比呢 销售费用占收比 在前四年都是百分之二点 三左右 二点四左右 那么到了2017年变成了三点三 也就是说我在2017年 有一个特征 毛利率在上升的时候 管理费用占收比和销售费用占收比 都在往上增 都在往上增 同增 你毛利率提高了 我管理费用占收比和销售费用占收比 也在往上走 OK 而我的财务费用呢 财务费用我们讲过 财务费用和我们前面看到的那些因素 前面看到的那些因素 没有直接相关的 可分析的这个逻辑的传承 它主要是我资金情况决定的 对吧 而非金因素利润贡献是多少呢 是65万 这个非金因素是什么 就是我们前面讲的 公营价值变动收益 投资收益 资产组织收益 这一大块 这一大块 合计起来是多少 你直接把数字找过来就可以了 2017年有一个投资收益65 你直接把这个放在非金因素65里面就可以了 而我这个65占整个利润贡献是多少呢 65除以1043 2017年整个营业利润占到了6% 也就是说剩下的94% 全部是来自于我正常的经营活动所贡献的 OK 那么我的营业利润率是多少呢 4.49 扣除非金因素以后的营业利润率是多少呢 4.21 4.49怎么算的 1043除以23215 扣除非金因素以后的营业利润是多少呢 1043减去65 然后再除以23215 4.21 就这么出来 OK 通过这一系列的数据啊 用一些比例表达出来后 我们可以关注到的是 2017年 我的整个营业利润当中 非金因素所贡献的收益并不高 我为什么要加这句话 因为我希望的是 我的营业利润都来自于我的正常的主流的主要的业务活动 如果它来自于的这一个经营领域 不是来自于我的主流的业务活动所产生的 那我可能就会担心一点 我今年形成的这么多利润当中 有太多是非金因素形成的 我明年利润还能不能支撑这么高呢 这种偶发性的不确定的事项不是我喜欢的 OK 这是一个还有一个 我今年的营业收入通过我上面的一个比例的增长 看得出来 今年增长7.7% 营业成本增长4.1% 导致我毛利润增长32.5% 也导致我的毛利率上涨了三个百分点 OK 这不一定是个好事 因为一般来讲 公司的毛利率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再结合我前面分析的销售和管理费用占收比 那么我是不是可以适当的猜测一下 我把一些应该放在成本当中的东西 我放到了销售和管理费用当中去了 有没有这种可能 实际上我的毛利率并没有这么高 所以我总体的盈利能力在业务这个环节并没有提升 这就是我根据比例所想到的这一系列的内容 当然我还可以通过比较从2013年到2017年的各项这个数据 它们之间的一个对比 那么我可以看到哪些项目增长比较异常 和我们前面分析的一样 还是管理销售费用以及我的毛利率 大家记住了 在这个地方的比率的增长率 比率的增长率 它不是我们前面讲的本年除上年减一这种算法算出来的 而是直接用这个比率本年减上年就出来了 比如说我的毛利率这一个数 今年增长了2.9% 这个数字哪来的 15.7减去12.7 就是2.9% 这个里面有尾数直接收上来的 收上来以后大家看不到了 好像直接减出来是3 实际上跟这个2.9是一样的一个数 OK 通过这样一个例子我们知道了 怎么多角度的来看一个公司的营业利润 你分析的时候 你说老师我只有一张利润表很单薄 对不对 我现在给你扩充了吧 怎么扩充的 先给你扩充你的利润增长 正拉动和负拉动是由哪些因素造成的 然后再给你进一步的扩充 相应的相应的 我的这一些利润 如果我放长时间来看 它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经营的过程 如果我在用比率的方式来看 我就知道我今年哪些利润相关的项目 它的增长是正常的或者不正常的 或者是是有疑点 明白了吗 OK 那么我们结合前面讲的这张表格 我重点关注的是毛利率这个地方 对吧 毛利率和毛利润这个地方 我进不掉分析 因为我说过这个数字很异常 我进不来分析 我看一下 今年我的收入增长率 毛利率增长率 毛利润增长率 这三个数字 我从14年一直到17年 我来做一个比较 我来看我的整个公司 营业利润最开始的那个起源点 毛利润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变化 我们看到了 从2014年到2015年到2016年到2017年 我们看到一个很明显的 我的14年的整个毛利润是比较高的 但是到了1516 它是逐年下降 下降的原因是 我15年的收入较14年下降较多 同时我16年收入虽然提升上来了 但是我的毛利率又下去了 看到了吗 而到了17年 我的收入的增长率虽然不高 这个是增长率啊 各位 增长率啊 它不是收入这个绝对值啊 增长率 增长率只有7.7% 但是我毛利率的增长率是多少呢 增长了三个百分点 将近三个百分点 这个增长导致我整个毛利润的增长率特别高 这不是毛利润的绝对哦 是增长率 所以毛利率的增长率也就出现了 对吧 OK 这个数字好算吗 好算啊 一加收入增长率再乘以一加毛利率的增长率 就是我们的什么毛利润的增长率 因为毛利润等于收入乘以毛利率 是这样子吧 OK 那么我们把这个算出来以后 我们就知道 2017年毛利润的增长完全或者说基本上 或者大部分来自于咱们毛利率的增长 这块增长拖动了我整个毛利润的上升 OK 毛利率增长这么大 后面说过了 前面说过了 有可能是管理费用和销售费用怎么样 上升 把这一部分本来放在成本当中的东西 我放到了销售管理费用当中去 有这种可能吧 OK 那么我现在还要来看一下 我整个毛利润当中 来自于毛利率和收入的贡献是什么样的 也就是说 我毛利润 有这么大的一个增量 那么这么大的一个增量 这个增量是什么 本年毛利润减上年毛利润看好了 本年毛利润3638 上年毛利润2745 3638减2745就是毛利润的什么增长 而我毛利润增长这么多 我毛利率和收入分别对我毛利润的增长的贡献 是什么样的呢 然后就来算一下 收入增量对毛利润的贡献 好算吗 当然好算了 直接用我的本年收入23215 减去上年收入215 257 这叫收入增量 乘以上年毛利润12.7 就算出我收入增长这一部分 所得到的什么 毛利润的增长格 我就要看这部分增长 给我造成了多少收益的增加 还有一部分就是我毛利润的增加 毛利润的增加这部分好说吗 好说啊 145.7减12.7什么 三个百分点 2.9嘛 将近三个百分点 那么这一个增长在乘以我的营业收入的这一部分 是不是就可以算得出我整个毛利率增长所带来的毛利额的上升是多少 那么通过这种方法我算出来的这一个毛利润的整个增量当中 很明显是毛利率拉动出来的 毛利率拉动出来的 收入增量这一块实际上并不大 收入增量这一块其实并不大 OK 各位 现在我们明白了 现在我们明白了 咱们整个 咱们整个这个公司 今年营业利润能够上升这么多 毛利润的贡献特别大 而毛利润的贡献这么大的一个 拆解 我们也看到了 收入只是其中一部分 来自于毛利率增长所导致的毛利润增长才是主要原因 增长贡献超过了将近 应该是超过百分之八十吧 将近百分之八十 所以我们给领导汇报的时候 今年利润增长这么多 首先是毛利润贡献特别大 增长了百分之 什么 百分之 毛利润增长了百分之三十二点五 这一块 是核心原因 而这个核心原因当中毛利润的增长又主要是因为毛利率的拉动所造成的 至少我们分析到现在是这么一种情况 OK接着来 那我现在分析完了 我的整个收入成本 我的毛利润情况 我现在要分析一下 我的成本和三项费用之间的关系 这三项费用是指我的管理费用销售费用财务费用 这个地方我把减值损失也放进来了 减值损失也放进来了 实际上应该是四个支出 四个支出 但是我把这个管理这个减值损失放进来的原因是因为 我觉得减值损失 它虽然是在我整个经营过程当中不那么可控的项目 但是它也是和我的业务经营活动密切相关的 对吧 至少不像投资收益和公民价值变动损益那么的飘忽 我把握不住 OK 那么这一个图是为了展示什么内容呢 这个图是为了展示 我整个公司营业利润形成的过程当中 这些支出对我营业利润的影响是什么样的 它逐年对我的各年的营业利润的影响 它又是怎么变化的 比如说从2013年到2014年一直到2017年 我整个公司成本管理销售财务减值损失 这五项内容合集起来 我认为是我营业利润支出的什么 就是经营活动密切相关的这一部分 支出的什么 所有内容 这些所有内容我把它看成是百分之百 看成是百分之百 就是我100块钱当中有多少是支付了成本 有多少是支付了费用 有多少是支付了费用当中的管理销售财务 以及有多少是因为减值损失而发生的什么支出 我是这么来看它的 OK 如果站在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看到 成本这一块 从2013年到2017年 在我整个支出的结构占比当中 它是逐年下降的 2017年下降特别多 而我的管理费用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 基本上是恒定的 大家看这一块 这一个面积啊 就这一块条状的 成色的这个面积看得出来 我的管理费用是什么 从2013年到2016年 基本上是持续恒定的 但是到了2017年 它有一个放大 看到了吗 就像一个喇叭一样 放大 而我的销售费用 也是这么一个特征 而销售费用的特征 是在2017年的时候 也发生了一个什么 扩大的一种情况 而我的财务费用呢 财务费用基本上 在我的2014年还没出现 2015年的时候 开始有这个数据的出现 2015 16 17 基本上是按照这么大的 一个金额费支出 看得出来 而我的减值损失呢 在2016年有一个高峰 因为这块面积大嘛 对吧 但是到了2017年又缩小 所以我现在可以描述的是 我们这家公司 从和业务高度相关的 这些支出项目来看 也就是我们说的成本啊 费用啊 还有这个我减值损失来看的话 我从2013年 一直到2017年 我的整个成本是怎么变化的 逐渐往下的 逐渐往下 这也很好的解释了 我为什么毛利率是逐年什么 上升的原因 成本的往下走 而我的2017年 我的毛利率上升 那么大的一个核心原因 是我成本下降特别大 但是但是 我的管理费用 和我的销售费用的占比 相应又扩大了 相应又扩大 这两块的扩大 在一定程度上怎么样 让我的管理费用 和销售费用的增长率又特别高 增长率又特别高 有朋友说老师 你这个地方是占比的一个概念 我能不能理解为绝对值 不能 不能 我举个例子来讲 你2016年 比如说整个这五项支出 是1000万 2017年 你整个支出 我现在 反过来 是800万 800万比1000万怎么样 下降了 但是在这个图当中 你是看不出来这个的 它也是一个占比 也就是说 我看的是成本 在800万当中占多少 管理费用在800万当中占多少 销售费用在800万当中占多少 它都是一个百分之百 百分之百这个是不变的 明白了吗 所以这个图是看不出绝对值的 绝对值还是要通过 我们前面的那个表 像这个表和这张表 才能看得出 它绝对值的变化的大小 是什么样的 明白了吗 OK 那么 我们通过这种方式 我们就看到了 2013年一直到2017年 从结构占比的角度来看 我的整个支出的情况 是什么样的 一般来讲 一个公司 它的支出结构 不应该有特别大的变化 不应该特别大的变化 如果它出现了特别大的变化的年份 你一定要好好地分析一下 为什么 比如说就财务费用来讲 我肯定要关注的是2015年 为什么突然出现了财务费用 前面没有 我还要关心的是 2016年资产减值损失是什么 虽然它占比很小 但是出现这个项目很特别 我还要关注2017年 为什么它的管理销售和我的成本之间 出现了这样一种变化 这就是我在进行营业利润分析的时候 我所关注的内容是什么 明白了吗 OK 这是一个从我的总表 到我的利润形成过程当中 毛利润开始逐下往下分析的每一个方式方法 是这样的啊 你可以给你们公司老板展示的时候 也用这种方式方法去给他描述 主要的支出用到哪去了 结构是什么样的 同时我还可以用一个变动率的这样一个图表 来进一步的说明 进一步的说明 我的支出当中这些项目是怎么变的 在这个图当中我们看到了 有123455根线 这五根线当中有收入 红色这条线 红色这条线和有一根线基本上是同步变化的 或者说那根线跟红色那条线是同步变化的 是什么 成本 我们看到了 成本和我收入基本上是同步变化的 包括它的这一个变动趋势 也是差不多的 有没有老师 这个变动趋势是怎么做出来的 这一个变动趋势其实就是我们的增长率 增长率 我们前面还记得那张表格吗 这个表格 这个表格当中我们看到了 每一个项目都有增长率是多少 增长率是多少 增长率是多少 14151617 这是增长率 直接把这个增长率做成一个图表就可以了 明白了吗 这是个基础表格 那么在这个表格当中我们看到了收入和成本基本上是同步的 没问题 但是有一个项目比较奇怪 有两个项目比较奇怪 我的管理费用和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和销售费用在14年 15年 我的16年基本上都还算是一个和我收入有一定关系的变动的方式 比如说14下降到1515上升到16当然它的幅度要大一些嘛 幅度大也很好解释 因为我的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基数比较小 它不像成本 成本变动100万可能变动率只有1 但是我销售管理费用可能变动20万 我的这一个变动率就能达到百分之十几 对吧 这个很好说 问题不大 因为这是增长率的根线 所以看起来是比较夸张的 但是我2016年到2017年我的收入是下降的 而我的管理费用和销售费用怎么样 却是猛然上升的 那我后面可能要去看为什么在我收入下降的时候 这两个费用还在往上标 而财费用呢 基本上是没什么规律的 没什么规律 跟收入之间没什么关系 这就是我反复给大家讲的 如果你要去看财务费用 OK 你一定要去思考财务费用相关的资金是怎么变的 那你在这个时候你就要去做一个什么资金分析表 资金分析表里面就要去看 我从2014年一直到2017年 我整个公司资金存量是怎么变化的 而我资金存量变化的过程当中 我的经营活动资金的缺口是多大 我有没有重大投资项目 那么在这些过程当中 如果有重大投资项目 我的这些项目又是怎么计量我的财务费用的 有没有资本化和费用化的问题 OK 这系列问题出来以后怎么样 就会导致你财务费用出现一个什么特别大的变化 这个东西其实和我营业利润分析 基本上已经开始脱离 它应该进入到了我的营运资金分析当中去了 OK 那么用过这种方式我也可以给领导解释清楚 我这家公司主要的这些成本支出 管理费用销售费用 这些支出项目和我的收入之间变动关系是什么 最后分析下来比较离谱的 就是2017年的这两个费用 OK 那么这又是我们分析的一个视角 对吧 我们这个视角越来越多了 接下来 我们还有什么维度可以沾示公司的营业利润呢 我们还有一种方式方法 就是从我的下属公司部门 或者项目组的方式来展示 比如说我公司今年收入是23215 这23215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也不是大风吹来的 而是哪来的呢 是我下属的各个子公司分公司 共同努力所形成的 OK 那共同努力形成的这么多收入当中 我的营业收入来自于A公司有多少 B公司有多少 C公司有多少 那么集团本部有没有做业务 如果有做是多少 如果没做那就是零 对吧 我通过这种方式 我是不是可以把我公司的从营业收入 一直到我的营业利润 每一项全部拆解出来 拆解到各个经营主体当中去 拆解出来的目的是什么 我要看每一个主体 在我整个营业利润的形成过程当中 所做出的贡献 在各个项目上面是什么样的 比如说从收入的角度来讲 A公司的贡献最大 对吧 从我的这一个销售管理费用来看 当然A公司花的也较多 而相较于我们的这一个营业收入来讲 ABC公司的这个管理费用的划分 实际上差异怎么样 也没有收入的那一个数字那么大 而我的集团本部还承担了一部分 管理费用的支出 或者消耗了一部分管理费用支出 这就是我在上面讲的 为什么管理费用在今年叫上年上升那么多 我接下来要进一步分析 我怎么进一步分析 我就已经找到了具体的落脚点了 我找到花这个钱的人了 ABC集团本部 是这个意思 这个意思 OK 我从过这样一张表格 是不是就给老板展示清楚了 营业利润是由谁创造的 从哪来的 谁在哪个项目做的贡献多 谁在哪个项目消耗的成本多 全部都看到了 这个表格很简单 表格简单 取数不一定简单 你从哪去取数据各位 你从哪去取数据 如果你是分账套核算的各个经营主体 很简单 关键是 如果我这里不是公司 是部门呢 如果是部门 你还能不能分得出来 这就有点考察我们平时的 核算的维度 以及核算的精细化程度 这个倒是有点难度 有点难度 OK 接着来 那么我通过上面那个表格 我还可以进步的拆分 拆分什么呢 集团公司各成员单位 历年来营业利润的构成明细表 我能把2017年的做出来 我2013年到2017年都能做出来吧 我直接把这些下属公司的 包括我集团本部的 拆解出来的营业利润 全部展示出来 展示出来以后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么多年来主要贡献营业利润的是谁 变化比较大的又是谁 集团本部扮演的角色是什么样的 如果这一个营业利润当中有些非经因素影响 我把它剔除出去 什么叫剔除出去 公允 价值变动损益 投资收益 资产处置收益 其他收益 这些不是我经营活动的一切相关的 我把它剔除出去好剔除吗 我的利润表当中已经剔除出去了 我剔除出去以后 我还是按照这种方式 谁在哪个年度贡献的营业利润是特别大的 扣除非经因素 谁这几年成长性是比较高的 谁一直是作为一个消耗的主体存在的 通过这个表都能看得出来 其实这个已经是在展示公司营业利润 整个从主体的角度分布情况是什么样的 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们还可以进步来看 2014年一直到2017年 各个公司营业利润的构成情况是什么样的 毫无疑问 不管是哪年 好像都是A这个公司最大的 对吧 A这个公司最厉害的时候 占到了整个公司营业利润贡献的 百分之五十六 各位 这个里面为什么没有集团呢 为什么没有集团本部呢 很简单一个道理 集团是负数 一个负数和证数没法放在一块 所以我只能把整个正贡献的公司 全部放在一块 比如说集团公司在这个时候就拖后腿的 大家都在养它 对吧 ABC 三个公司在养一个集团 OK 那么这三个公司谁贡献的最多呢 A公司在2016年的时候 达到了最高峰百分之五十六 基本上都是占到了半笔江山以上的 对吧 而我第二大的就是B公司 而C公司呢 相对来讲是比较弱的 而且B公司和C公司有个特点 B公司和C公司在15年之前都差不多 但是到了16年开始 B公司就开始怎么样发力了 逐步往上走了 从百分之三十四到三十八 而C公司怎么样 因为B公司的这一个发力和A公司这一个份额的稳定 相对来讲就被挤压了 所以C公司我们可能在接下来就要去问一问 为什么他的这一块利润增长不上来 又或者他其实是在增长 但是B公司为什么增长的那么快 那么这就是我们要关注的点 对吧 你营业利润分析嘛 从利润的角度 从主体的那个维度来看他 为什么B增长那么多 增长那么快 而C基本上不动 又或者在往回走 或者在开倒车 那么这就是我们从主体的角度 来进行营业利润分析的时候 要注意的点 OK 还可以怎么分析呢 我还可以把各成员单位 历年来营业利润变动的趋势画出来 这个变动趋势怎么画的 直接用营业利润的绝对额画 ABC集团公司分别是多少 画出来就可以了 总体是用红色增长线 我们看到了 2015年的时候 基本上营业利润总体 是在一个水平线上 2016年2017年怎么样 开始往上推 开始往上跑 16年17年就开始往上怎么样 增加了 OK 如果是这种样子的话 那我们来看 主要增长的原因是什么呢 主要增长的原因是因为 我的A公司和B公司 这两块在2016年17年都往上增 特别是我的什么公司 我的B公司在2016年和17年 往上跑了 看到了吗 它在往上跑 跑得特别大 而我的A公司呢 也在往上走 但是比较缓 唯一没怎么变的 就是C公司 大家看到了 这个地方的C公司 基本上怎么样 没有动 所以它不是往下退 而是B公司的成长特别快 所以现在我们就明白了 这个图形的原因 就是因为B公司增长 持续的往上冲 而且冲的还比较猛 而设计公司呢 设计公司基本上没怎么动 因为从这个绝对额 一看得出来 它基本上就是恒定的一条线 恒定的一条线 而我的集团本部呢 集团本部是个负数 但是我的负数在2016年2017年 开始往上走 也就是我越来越靠近零嘛 就是我亏得越来越少嘛 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怎么样 实际上说明 我这家公司 能够总体往上走的原因 是因为A B两个在往上走 而且B走的也比较快 同时我集团本部怎么样 也在适度的缩减开支 怎么样 我的利润也在往上跑 而我设计公司基本上是恒定不变 至少它没有拖后腿 我整个公司的利润都开始往上走 这是从整个营业利润角度来讲 有朋友老师 我如果说我想把那些非经因素扣除 我来看一下公司跟经营活动 密切相关的这些支出的内容 或者收入的内容 怎么影响我的利润呢 那么叫剔除非经因素 还记得剔除非经因素的一些项目吗 不再重复了啊 就那四项 OK我们看到了 如果剔除以后 我在2016年之前 基本上是一个比较稳定的 缓慢的一个增长 但是到了2017年有一个猛增 也就是说 我这家公司实际上 从经营的角度来讲 真正的利润发力 是从2016年开始的 还不像前面我们看到的 是直接从2015年开始 就怎么样往上走的 2017年开始有个高峰 OK 其实这个图和这个图 其实也就是个呼应的一个对比 一个是总体的 一个是剔除非经因素的 来展示它 OK 这又是一个维度啊 我们看我们今天用了很多图核表 不同的维度去看 一个公司的营业利润 怎么分析它 我看我们今天用了很多图核表 估计音乐 我们今天用了很多图核表 我们今天用了很多图核表